各位好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發夢 因為昨晚發了一個很長的夢 是非常真實的 彩色 為什麼知道彩色呢? 因為我不講哪間機構 也不講哪間教會 在發夢的時候 處境就是我見了一份新的工 此時此刻的 覺得自己已經將會做了一份工 建工的時候 他有兩個很大的房間 其實以前都發過一個夢 是有兩個很大的房間 有一個房間就是那些職業 每個人就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雖然不是一個房間 每個人是一個房間 但是就有自己的地方 我做設計的 應該是去建工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自己的位置 誰知道臨上班就結束了 他裝修那個房間 其實基本上是從整的 然後去了另一個地方 五個人就不同的職業 排著那個雜誌社 那些記者一人知道是有一扎的位置 然後後面 如果一字排開 那些人都坐了 後面就被人打了背部 那我就只是其中一架 一架 那我心想 哇 建工的時候 以為你那個環境很好 現在做設計 那我也很慘 然後就想起 做設計呢 我要拿回一些軟件 那我就想起 現在時時時刻 我那個兒子就讀設計的嘛 那就是有個license 軟件每個月 那我想一下 我都可以這樣學 然後再想一下 咦 其實如果這份工不太行的 那其實我現在 我又突然間忘記了 究竟自己是會繼續做設計的 就是因為 其實我應該是讀過神學 那我忘記了我自己是否還在那間教會做 就是另外一間教會做 如果我在那間教會做 那我又答應了別人去這份新工做設計 那就是大件事 overlap 然後我又去一個袋子找個電話 那找了個電話 那我就想找回以前的電話有個資料 那就是一個那個可能我是在做那間教會的 那個傳導人 那個負責人 那我想大話給他問清楚 我現在是否還在那間教會做 那我又回憶到在那間教會做 都挺好啊 又講道啊 又服侍那些人 就是以前夢境夢境過 但其實我們從沒有去過那間教會做事 原來發夢就發過 那所以呢 那個心情很緊張 又找不到 接著就醒了 發覺原來我在澳洲睡覺 那這一類的夢呢 就有半真實 但是有 但是那個情感是很真的 就是把一些想過的東西 或者曾經去過的地方這樣 和現在的現實又bran in 了這樣 那這種夢呢 以前發生過呢 那我都會走去所謂的解一下夢 究竟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通常呢 有這些夢境的時候呢 就會是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或者那時候 有些狀態可能是幾緊張 那譬如今天這個夢呢 我醒了之後 想想想 就覺得 可能是因為 我這一年都 就是有時候都要 pick up 一些設計的東西 做了PowerPoint 因為在網上廣道啊 或者現在的廣道 都做了很多PowerPoint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最近搞YouTube 又回來了 一些這樣的感覺 也都呢 在我最近的工作 就比較忙碌 那樣 就是好像 有些 有些 不安全的感覺 那個 那個不是說我工作有問題 而是 就是 我的身份 就是 講那個 移民的身份 就是最近才確定一點 但是 仍然都有很多 挑戰 那樣 那樣 可能 休息就差一點點 那樣 就變了 有一些這樣的緊張呢 又會 出了這些的夢出來 那樣 那通常的夢呢 大家都知道 是 天馬行空的 那也都呢 很多人呢 就 發夢呢 就會 是 反映著 其實 所謂的中國人 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那我覺得是很真 就是通常 很多夢的時候呢 就會是 個人可能比較緊張 夢境的內容 有時候 是 你最近想的東西 那樣 好像剛才這樣 我稍微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發這些夢 跟著再想一下 那其實呢 就是 基督徒就會是 就是 將這些 的感受 有些緊張 有些擔憂 那 就祈禱了 那 雖然所謂解夢呢 但其實 那個解夢就是 就是 冷靜去想一想 那個夢境 會不會是 反映著我 平時現在做的事 有些關聯 然後呢 就去 冷靜回來 想清楚 其實 怎樣去面對 這樣 那我試過呢 就是 跟一些 朋友 那 就是 他講開那段 發夢 那我就嘗試叫他 你拿個夢境出來 講來聽一下 那他講給我聽 那我就問他一些問題 看看他最近發生什麼事 那有時候真的會 有relation的 那 那我那個 所謂解夢 我不是說 就是現在 我有啟示去跟他解夢 而是說 很多時候的夢境 是relate到你自己的生活 還有你內心深層的一些緊張的事情 那 那當然我們知道 那 就是現在 發夢 夢境的成因 都還沒有清楚的 就是 科學家研究了這麼多年 那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最出名的 就是一個 最出名的心理學家 就是佛羅伊德 就講解夢 容格也是講解夢 大家兩個不同的 派別 因為 夢這件事 就是很夢幻的 所謂 很特別的 超現實 但是 也就是 很有意思的 就是帶出來的那些意見 那我 那些內容 那我就 想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聖經 講夢境 那 其實聖經 講夢境 又不是說真的很多很多 但是呢 有兩個很出名的解夢王 所謂的 一個就是舊約 兩個都舊約 一個就是舊約裡面 創世紀裡面的那個約室 那個約室就是被人 被哥哥出賣 然後被人誣告 這樣 後來又被人囚禁 這樣 但是後來呢 他又做了埃及的宰相 法老王的手下 這樣 這樣 他怎樣可以由低到高呢 都是靠 做夢 這樣 他在坐牢的時候 一個的 善長 一個的酒精 發了個夢 這樣 那 他就幫那個 就是 一起坐牢的兩個人 善長和酒精 來解夢 就解開了兩個不同的結局 那 事實上呢 後來就是那個善長呢 就沒事了 這樣 那 但是善長就忘記了他 那他又 就是 還坐在牢裡 那後來呢 就輾轉之下 就是這個 善長 想記回 咦 當這個法老王 就在面對著一個 做一個夢 解不了 但是呢 那個善長就 哎呀 我真是壞了 我那時候忘記了 幫這個彈二 對不起 不是辦事 這個藥室 那麼 這個解夢呢 很厲害的 那 他就 因為這樣 就提拔了藥室 去幫那個法老去解夢 而那個夢呢 又很出名的 這個 很多人都引用的 就是 那個法老王 夢見呢 有七隻肥牛 後來呢 就是 之後就有七隻獸牛 那 那原來呢 就是那個國家呢 將會有七個蜂連 接著七個蜂連 那所以 若失解了夢的時候呢 法老王就懂得 跡谷防機了 那 將七個蜂連 就不要用光 去處理 然後就面對那七個蜂連 這個故事也都呢 我曾經 跟一個 做律師的記憶徒 去 去 那時候 我記得是2003年 那麼長下 就是 經濟很差的 香港 就 聊天 他說 我們都 就是 我問他生意怎樣 他說 麻麻 但是呢 我們就 就是 跟聖經 這樣 有蜂連 有蜂連 那現在也有蜂連 但是我們要有預備 那我也很驚訝的 就是 真是有人呢 在他做生意裏面呢 記住這個法則 就是蜂連 去儲備 去應付這個蜂連 這樣 這個在商業上面 其實都很出名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解夢王呢 就是 剛才說了出來 就是撈亂了 就是彈以利 那他是 厚很多的 厚很多的 就是 差不多 我想 差不多 七八八八年 起碼都 那 就 那 就 他就是 很小時候 就 跟幾個 就是 以色列人的朋友 因為國家 亡國 就被老 就去了 巴比倫這個地方 寄人離下 但是 但是 因為 他們雖然 年輕 但是他們是 一些 很聰明的 那 這個巴比倫 這個國家 他就 會 都有一些懷由的 他就 找了一些 聰明仔 來培育 這樣 那 就成為國家的一些 就是 所謂 術士 或者是一些 年輕的才俊 用這些人去幫自己國家 好了 那 到了 有一個 moment 這個 尼布加尼薩王 大家可能有聽過 他就發了一個夢 但是 最搞笑的就是 他發了一個夢 就很困擾 發完之後 但是那些人 問他 巴比倫也有些術士 就問他 喂 你發了什麼夢 我幫你解 其實那些人很流行解夢 但是呢 那個巴比倫王呢 就竟然說 我忘記了這個夢 我說 你忘記了 那為什麼呢 但是呢 這個真的超難看 所以呢 巴比倫王就發 老闆 就說 你們解不了我這個夢 那我就把你殺了 把你的術士殺了 那和及呢 其實那些 彈以利那些 以色列人 是巴比倫 作為一個 那個階層的人 那 那其實 真是難過登天 是吧 你連那個夢都忘記了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 但是 就是很奇妙的 一件事 就是彈以利 他們祈禱 那後來呢 收到神給他的訊息 就 說得出那個夢 是一個怎樣的夢 就是那個很出名的夢 就是夢了一個像 就是後來 大義利就被引見 然後大義利就告訴他們 其實你的夢是這樣的 你發夢一個像 就是金頭啊 銀胸啊 銅肚啊 鐵腿啊 一個這樣的像 很高的這樣 那這個是 其實是一種的 如是呢 就是這個金頭呢 就是巴比倫王 你這個王朝 跟著那些王朝就是 銀 和鐵 就是越來越不同的 或者是差一點 無論怎樣解釋都好 那 巴比倫王呢 他因為 講中了 他就記得 跟著呢 他就覺得 哇 你真的有神啊 所以後來就 洗到呢 彈以利 就坐了一個高位 就解到一個夢 賞賜他 哇 就避過一劫之餘 他還上了位 而呢 巴比倫王呢 就在那時候 發了一個夢呢 他又做了一個金像 給他自己 那其實是金頭而已 但是他把整個像 變成金像 Anyways 就是 這樣的情況 但是後來呢 無論是 巴比倫王呢 他後來也都有 再發夢 到後來呢 這個彈以利很厲害 他是歷幾個王朝 或者後來的馬代波斯 的王呢 都有 發夢 那呢 彈以利 都可以解到夢 他都是做到那個 類似是 宰上那個位 那這兩個 最厲害的 解夢 那你發覺 聖經那些 解夢呢 其實 又不是說真的很多 雖然有 但是呢 那些故事很出名 而 在觀察裡面呢 你發覺 他那些夢呢 通常是那些 很高位的人來做夢 通常是那些 而 也都是在說 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 世界的發展 那些這麼重大的事情 才會 所謂有神的啓示 給那些人去 可以知道這個 有這樣的夢 和去解釋 那所以 就是 聖經講的夢 那當然有些 叫異象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 在一些情況 就是 混由障礙 啊 見到異象 有類似法夢 有類似不是這樣的 那但是 真正兩個 發夢王 不是發夢王 發夢 發夢 和解夢王 那就是 約實同彈以利 不過呢 都想和大家 講一句聖經 另外一句聖經 都有講解夢 就是都有講夢的 但是呢 他的 comment就是這樣的 你看見呢 中文呢 就說 多夢和多言 其中多有虛幻 你只要敬為神 這個傳道書 五章七節 那英文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 就是敬為神 就是敬為神 就是說 其實就是 他在講 如果你說很多話 就好像 發夢都是虛幻的 所以你說很多話 其實中間都很虛的 所以你要敬為神 你就不要這樣虛 啊 講那麼多廢話 很虛的 很虛的說話 其實這個 這個 雖然主要不是講 法夢 但是他會形容到 很多夢 其實是很虛幻的 很虛空的 就是很虛 總之來講 所以呢 聖經你說 對於夢 是怎麼看呢 雖然有解夢的事 而通常呢 就是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才會 就是有解夢 剛才講了 那 是一些 就是 入於神跡 就是神的特別 啟示給某些人 是很少數 很少數 而聖經也都有提到 就是在一個末世的時代 在將來 或者現在都是 就是入於末世時代 就可能呢 就是會有些情形 就有一些 基督徒 會 會發夢的 夢到一些 特別的東西 這樣 是會多些 但是他都沒有很清楚 講是什麼夢 還有呢 怎麼解 其實 你會發覺 整體來說 聖經呢 不是追求 就是去解夢 或者 就是他很神秘 但是其實 剛才那節 我想跟他說的 就是很虛 就是現在 到現在為止 都不知道 發夢的成因 也都很多很 很不肯定的一個 就是 解法究竟發夢是什麼 就算說佛洛伊德 那些 那 我覺得 可以參考 但是 就是潛意識 或者是 現在那些 神經 經科學那些 就會說 就是可能 為什麽 做夢可以有真實 和虛幻兩件事 搞成一疊 又很真 就可能是 前面 前腦 那些 控制邏輯 那些東西 那個是在休息 所以 就有些 那些 記憶的碎片 就 混成一塊 但是都 不是能夠解釋到的 就是 你看看那些文章 就是很多 其實 就是講到夢的成因 是沒有一定 還有一些 估計 假說 那 那 所以 就是夢是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 我就 覺得 我就 不建議大家 去追求解夢 甚至 找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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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靈那些 小心那些很危險的 就是如果真的有些邪靈那些 就很麻煩 就是去解 其實很多時候 做夢 剛才一開始 我講過個人經驗 就是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或者是 那些 夢走出來的時候 是反映著你的 心理狀態 那 可能 靜一靜 想一想 在我們記憶圖來說 我們 用一個 理性 用一個 合情合理 這樣 去面對 我們的人生 就不是靠 去解夢 去 看一下 但是夢境出現 有時候 冷靜一下 可能發生了些事情 我要去正視 這樣 這個 這樣參考 都未嘗不可 有機會 你有興趣 可以留言 討論一下 希望大家覺得 這條片 都挺有趣 分享一下都好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可以 至少 去like comment 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你可以訂閱 訂閱 要記住 你要 訂閱的身份 你才可以訂閱 訂閱 但訂閱了 我有不同的分享 你就可以 收到提示 這樣 好了 有機會再和大家聊 拜拜